好 那我們利用各位台在下載時間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這個FocusSky的這個部分 那麼有沒有用過叫做Praise for Pretty 有的有用過 那恭喜你 你會覺得很熟悉的感覺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呢 我在介紹簡報之前 先讓各位看一下 您可以連到我的部落格 在右手邊這裡有一個我的部落格的網址 那我們演習的錄影片也在這邊 所以如果您有需要點過去的 你就可以點過去看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部落格這裡的 好 您連進來之後呢 您會發現我這裡有一個叫創意簡報區 就是介紹這兩個簡報軟體 那Praise它是出來的比較久 比較久 那您可以看到呢 其實它也是一個雲端簡報 它比較不同的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兩個 都有的共同點就是信誌圖 所以如果你曾經有用過所謂的新制圖的一個 我們講的思考方法 專題那沒關係 重點是那個思考方式 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的簡報 就可以把它變成像那樣的方法 像那樣的方法來呈現 那麼Praise也好 Focus Guide他們是讓它怎麼樣 讓你的新制圖看起來更漂亮一點 因為適合呈現 思考的過程 新制圖醜一點有沒有關係 靈活比較重要 對不對 我要怎麼改 我要怎麼調都可以 可是呢 我要做簡報的時候 就要漂漂亮亮的 所以呢 您看到 您也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就是這上面去看一下 因為我用Praise一段時間 那今年下半年我是主推這個 為什麼 因為它有個缺點 它一定要線上編輯 第二個 如果你已經沒有學生身份 你應該知道要付錢了吧 因為沒有學生身份 所以教育帳號的時候 第一個 你的簡報必須完全公開 這是比較大的麻煩 第二個 不能下載 一定要線上看 那麼在台灣用這個最大的問題點 卡在什麼 頻寬 尤其教育部出去對外的 國外網站的頻寬 通常會稍微慢一點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登登登登 對不對 這樣就很不好意思 那麼Focus Guide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是屬於單機板的 你呈現一樣可以放到網路上 但是呢 你今天不放在網路上 它一樣可以公開或不公開 那你不放在網路上 那我自己電腦裡面有 上課的時候直接打開就可以用 所以這個是它的優點 這是它的優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下面這裡一樣有很多 而且它的範本還有 Praise 有一個最大問題是什麼 中文字型的問題 那如果出去 用別的電腦的話 哪種可能用 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你變成一個ESC執行檔 好 就跟我們那個PowerPoint 你們有沒有用過叫做 叫做什麼 它有個叫打包 PowerPoint也可以用打包的方式 今天我的電腦沒有PowerPoint 可是我一樣可以放 它就把播放器帶在那個裡面 那另外一個方式 因為這個程式是免費的 所以你在對方那邊裝起來之後 也可以打開 也可以打開 所以這兩種方式都可以 不過等一下我們跟各位說明一下 到底國際版跟簡體版 到底它的差別在哪裡 好 那麼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回合來 看一下這裡 這個簡報 像這個我就放在雲端上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Focus Guide呢 它的一個像剛剛已經有稍微介紹了 就是以新制圖為主的 那它就不像我們一般的這個 PowerPoint一樣 是不是一夜夜都拆開了 所以你可以把我們的簡報 想成我有一張很大的紙 你要怎麼揮灑隨便 而且你會發現 我們剛剛RuneIn有沒有 RuneInRuneInRune到很多 對不對 像這些 都是它裡面的功能 而且你覺得 有沒有可以放GIF的動畫 可以嘛 它裡面當然也有Fresh的動畫 不過這一點你倒是要注意一下 假設你要放在網路上的話 因為各位應該知道 現在Fresh沒人愛 我們現在瀏覽器 如果你是新的電腦 預設也是幫你把Fresh封鎖掉喔 你必須要允許 有沒有 如果你們都有 就是更新到最新版本的話 你就會發現 欸這個很麻煩 雖然Fresh它確實在 多媒體的呈現上 確實比較方便 可是就因為資安問題太多 還有比較佔CPU資源 所以行動裝置 我們一般的現在都不行 那這裡兩個版本 兩個版本 等一下呢 我們會跟各位簡單說明一下 原則上功能都是相同的 那目前在台灣用這個的還不多 所以各位應該算是找幾T出現的 出現的 所以你可以看看它到底有什麼樣 跟別人的不同 第一個 等一下應該 大概我這個主題 講完了 應該你們的下載也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一把安裝起來 那安裝起來之後 註冊超簡單 一點都不囉嗦 因為呢 你只要把你的 E-mail打進去 我這個可以放大一點喔 欸簡報你要放大好不好放大 拋拋有人在放大的嗎 沒有啊 對啊 所以有時候你的資料 如果要放大一點 你是不是還要再準備另外一張 我再抓圖 再給人家看 然後人家就說 我要看右邊那一個 因為你沒抓到那一張 所以只好再把原資當打開 那你看嘛 這樣是麻煩很多 可是我這裡不用啊 我就放大給你看 那你只要打入兩次你的密碼就好了 他也沒有做認證 當然啦 如果各位 你在這種有很多的服務 還有很多軟體 你不是要做註冊嗎 請問會不會寄一封認證信給你 不會 如果是那一種的你要怎麼做 就給他你的真實信像嘛 是這樣嗎 你們怎麼那麼好 所以這樣收到這信應該了吧 對齁 我可以跳脫一下嗎 因為我的部落格最近有介紹這個呢 哈哈哈哈 請找一個關鍵字 叫做什麼 我跳一下 我部落格最近寫很多呢 這個啊 下次請用這個好嗎 信箱也可拋 我通常比較喜歡十分鐘的 十分鐘到了就自動銷毀 就不要再找我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真心的 有沒有 你只是來玩的 就是某些服務你偶爾用一下啊對不對 或者你要對岸去啊 你又害怕 害怕流太多東西在裡面啊 所以你就用這樣就好了啊 這樣了解嗎 你就可以Google一下啊 拋棄式信箱 你就看一下 有沒有找到一堆 這不是新的服務 很久就有了 只是我平常比較喜歡十分鐘的 好 有沒有進來就有一個信箱的 你只要在這個頁面收發信件就好了 有看到他的信件夾在這裡對不對 就在這邊 你就在這邊直接點了 然後進去看回覆 這樣就好 萬一十分鐘還沒收到怎麼辦 神啊再給我十分鐘啊 這個越來越不要關掉 他就會 就會繼續的啊 好不好 OK 所以這個一定要會喔 不然每次都把自己的資料留在外面喔 這樣不太好的習慣 來 那我們在這個機器下去一下 好 所以他不會記認證信 所以你不用擔心喔 好 那再來呢我們往下 那麼這個有雲端的喔 如果你到時候發布到雲端 就是看你當初註冊哪個帳號密碼 就那個註冊進去就好 好 那再來 等一下呢你會需要一個動作 因為安裝完之後 預設 是英文的 或者是簡體的 你需要改變一下語氣 好 需要改變一下語氣 從哪裡 從上面這裡 這樣有沒有看到 從HELP裡面 Display OK 那你看一下看清楚喔 簡體中文喔 這個應該大家要看得清楚嘛 這樣了解意思了嘛 反正知道跟上面那個不一樣的齁 那你改完之後就請你重新啟動一下軟體就好了 這樣會不會了 OK齁 所以我們先把簡報的部分先記到這邊 如果你剛剛這個已經下載好了 你從這邊點開 平常有的時候我發現很多東西習慣是這樣點下去 有沒有 就直接點到那個下載的那個地方啊 如果你是用這一種我是不反對的齁 蛤 這樣子啊 這樣丟出來不是比較人性嗎 所以如果你比較喜歡下載的就直接點進去了 你就把它丟出來 平常我是比較不喜歡這樣子 我大部分是這樣子做 給你看一下 我大部分是點這個三角形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三角形 我會看一下到底他幫我放在哪裡 在資料夾中顯示 那我進來了喔 原來是放在這邊 我再來這邊做就好 你要點進去當然我也不反對 但是通常我都是在這邊解壓做支持 我們現在大部分都有那個7Dip 所以也沒有出來了 是不是出來了 那你就直接照標準的安裝程序下去就好 這個應該就不用我教了對不對 這大家都很會的 我同意我同意 yesyesok就好了嘛 你都沒有看過裡面的內容對不對 你都賣掉都不知道 好啦 反正你到最後面這裡看一下 這裡兩個 英文知道怎麼意思吧 下面這個你要或不要 你可以自己決定 因為這個是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我們的工作列裡面 就是放在這邊 有沒有 好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放在那裡的 你就不要勾 這樣就不會多一個跑在那邊 我把這個先關掉 我就在桌面上產生就好了 OK那就換你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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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